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我是被纪云州和她的侍妾害死的,他们以贵妃性命为由,将我骗至观月台,趁我等候之际,从背后一把将我从高台推下,慌乱中我死死扒着横蓝,惊声呼喊。 一女子从暗处走出,蹲下身怜悯道,江宁堂,今日你必死无疑了。 我认出她是纪云州的谋士夏吴若,夏吴若精通补挂,能遇知天象,很得纪云州信任。 我心里隐隐已有答案,却还是苦涩开口,为何? 她耐着性子,一根一根掰开我紧紧抓住横蓝的手指,萧玄彻北伐大败,贵妃难产而死,你们将家以无利用的价值。 夏吴若抚摸着自己小腹,柔声说,而我早已怀了殿下的骨肉。 这本书里,你的故事现到此结束,你太子妃的位置也该让出来了。 我大脑顿时轰的一声,周遭一切转瞬成为空白。 原来如此,竟是如此。 我抓住横蓝的手指,无意识地用力收紧,指甲嵌尽目屑,淋漓鲜血顺着手指流淌而下。 由于过度疼痛,我甚至能够尝到喉尖的血腥味。 夏吴若见我这般,更是故意甜甜一笑。 江宁堂,你以为殿下很爱你吗? 你猜,若不是他的口谕? 这关月台为何空无一人? 是啊,纪云舟,我是真的以为你很爱我。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却好似有千金之重。 我的手漠然一空,身子直直坠落悬崖,恍惚间像是回到了两年前。 于茫茫大雪中,纪云舟跪在皇帝身前,落雪纷纷开满他的肩头。 他的声音坚定而温柔。 儿臣的妻子只会是阿唐。 纪云舟,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了你的棋子。 也许是上天怜悯我。 再次睁开眼,我又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我还未嫁入东宫,还只是国公府的江小姐。 我看着车窗外的寒山沉默不语,一旁的春莺利落地给我系着斗篷。 好奇问,今日郡主在城郊庄自办的赏菊宴,小姐怎么不去啊? 上辈子,我的确很爱参加这种场合,因为纪云舟也会来。 然而,就是这一次,她从湖水里救上一位落水女子后,从而一路平步青云。 夏无若替她谋划太子之位,而我们江家靠着贵妃为其推波助澜。 她当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没意思,我笑了笑说,还不如去替姑姑祈福,愿她在宫里身体安康。 最疼我的姑姑。 最后竟也为了我难产去世。 这份恩情,我会一并算到纪云舟和夏无若的头上。 秋雨兮兮兮兮,我的马车在山上摇摇晃晃地行进着。 突然,马车猛地一斜,我的头堪堪撞到窗框。 春莺一掀车脸,怎么回事? 车夫苦着脸。 姑娘,昨日刚下了雨,这车轮陷泥里,一时半会儿怕是走不了了。 春莺气得满脸通红,那还不快回府里叫人来。 这天色就快黑了,要让我们小姐等到何时? 我倒是不担心,等就等吧。 在东宫的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等待。 百无聊赖之际,我把玩着手中的一枚斑纸。 这是夏无若曾经呈给纪云舟的一份礼物。 今日祈福是真,搜悟也是真。 夏无若不过是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如今,我也有了。 远远只见一对人马惊奇烈烈,声势好大。 我看不清楚,招来春莺问,那是何人。 春莺点脚看了看,不知那旗上写了一个萧字。 我一愣,继国姓萧的武将,最打眼的只有萧玄彻了。 说来,萧家和国公府还有一段关系。 萧家老祖宗是我祖母的亲姐妹, 其中的弯弯绕绕我一时也说不明白。 但每逢过年,萧家都会送来拜帖,登门问安。 只是曾经的我对这些不慎在意, 只在母亲的照顾下当作走个过场说几句套话罢了。 而萧玄彻军中事物缠身, 也从未登过国公府的门。 即便如此,在我嫁入东宫后, 还是常常听纪云州提起过这人。 纪云州忌惮手握重军的萧玄彻, 更是视其为眼中兵。 这对人马声势浩大, 春莺害怕地缩在了车厢里,不敢抬头。 我却直直看向窗外, 只见一道奇长的身影穿着银白甲皱, 游远极近。 身后马蹄声如雷鸣, 少年跨坐在骏马之上, 过路的行人纷纷避让。 他只垂眸扫了我一眼, 又收回了视线。 萧玄彻并不认得我, 这是自然。 萧家是祖母娘家的亲戚, 等到小辈这一代已经并无交集。 我们江家不过是站着一个名头, 沾沾萧玄彻的光罢了。 待他经过我身侧, 我看着他的背影。 抿了抿唇,突然开口,声音清脆。 表哥,萧玄彻身形一顿, 他身旁的副将拽过缰绳, 眯着眼打亮了我的马车, 凑到他耳边说了几句。 萧玄彻这才回过头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他。 少年墨发高树。 风吹起他鬓边青丝, 长眉绣木, 微微垂眸。 曾经纪云州总说, 萧家也就萧玄彻有点用处。 但这位小将军生性淡漠, 不喜人情往来, 朝中重臣只有他独善其身。 继云州拉拢不成, 还妄想让我们江家出面。 但萧玄彻连他这个太子都不放在眼里, 更别提我们小小的江家。 我大着胆子走近他, 抬头笑咪咪地说, 表哥, 好久不见。 这话说出来, 我自己都觉得耳阔发红。 什么好久不见? 那是从来就没见过。 况且, 萧玄彻和我们江家的辈分, 算得上哪门子表哥? 萧玄彻沉默不语, 片刻才问, 国公府的江姑娘, 竟然还认得我。 我连忙营营扶身, 正是。 他了然, 声线疏离又淡漠, 江姑娘有何事? 我也不推脱, 大大方方坦言, 自家马车身线泥泞, 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了京城。 如今天色渐晚, 可否? 我鼓起勇气, 小心翼翼地问, 可否让表哥送我一程? 马车悠悠地进了城门, 萧玄彻撑着头看向窗外, 车厢里寂静得可怕。 为了安顿我, 他在军中找来一辆马车, 许是看我和侍女都是弱女子, 不放心我们。 又亲自在车里守着, 我和他从无交集, 自然也不知说些什么, 回京的动静着实不算小。 府里得知, 我竟是与萧玄彻一起回来的, 早早就在巷口后找了。 表面上, 我还是维持着贵女的坐牌, 收在衣袖里的手, 却不断地抹扎着那枚扳纸, 偷偷将它塞进了一包香囊里。 既然纪云州记恨萧玄彻, 那我势必不会让他如愿, 他要的东西不是只有下午若能给他。 马车在国公府门口停下, 下人掀开帘子准备扶我下车。 多谢表哥今日相助。 我从衣袖里摸出那枚香囊递给他, 声音柔软, 这是平日里闲着坐的香囊, 加了些药材助眠。 表哥平日均勿缠身, 多加注意身体。 萧玄彻却未接过, 反而秀眉微挑, 抬起眼睛看向我。 你的马车并未像你说的那般身陷泥泞, 难以行进。 我心跳一顿, 的确, 那马车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能修好, 所谓的回程受阻, 不过是我为了和他共乘一车的说辞罢了。 见我为吭声, 他轻轻地叹口气, 接过了我的香囊。 指尖触碰之际, 是轻烈的良意。 下次出门, 多带些侍卫人手。 我佯装镇定, 朝萧玄彻汉首道谢。 那阿唐就先告辞, 后会有期。 一下车, 我加快脚步, 只能快点逃离 有萧玄彻的处境。 春莺却胡一问, 小姐, 您不等萧将军吗? 我一愣, 回头, 便看见萧玄彻 也起身掀开车帘, 下了马车。 还没等我想明白她的用意。 她已经走至我身侧, 平静开口。 突然想起, 我也有些时日 未曾登门拜访。 今日带祖母来给 国公府的老祖宗问个案。 一听萧玄彻来了, 我爹起初还不信, 等人都进了乌彩反应过来。 众人热络地围上来, 忙着看座又只是下人倒茶。 我爹和我娘对视好几眼, 双双都看见对方眼里的不可置信。 萧玄彻怎么来了? 但同为朝廷官员, 这点礼数还是有的。 我爹又和他寒暄几句, 这才叫过我, 如是重负。 阿唐, 你带萧小将军 去给你祖母问个案。 祖母的院子 还要走一大截。 我带着萧玄彻在府里花园穿梭, 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在打亮我。 我在心里叹气, 早知道就晚点再和她交手了。 路过西院的小花园, 她突然问, 那颗银杏呢? 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我微微醋眉, 前些年有场冬雪, 不知怎地。 那棵树变死了, 她便没有再说话。 被萧玄彻这么一提, 我也想起, 原先院里是有颗银杏的。 每逢深秋, 整个院子洒下如碎金般的余晖。 我小时候, 是最喜欢在那棵树下玩乐的, 总是盼着秋日快些来到, 好跟着春莺去捡白果。 我随口问, 表哥之前, 来过国公府吗? 她恩了一声, 原以为这是便告一段落, 却听见她又轻声补充。 之前来过一次, 倒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从祖母房里出来, 大老远就听见了 厅堂里的阵阵笑声。 等进了大厅, 便看见纪云舟身踢悬色大厂, 腰挂墨浴, 站在人群中。 她听见脚步声, 微微抬头。 看见我的刹那, 纪云舟目光一致, 随即, 她的视线却掠过我, 看向我身后的萧玄彻, 原来是萧将军。 她明明是孝, 那笑容却带了几分警告的意味。 一时, 厅堂里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以我对她的了解, 我太熟悉她的暗示。 但今日, 我却网若未见, 只对身后的萧玄彻柔声道, 表哥, 我送你吧。 萧玄彻垂眸看了我一眼, 目光又扫过一旁的寄云舟。 她未拆穿我, 只轻声道了一声好。 直到我和纪云舟擦肩而过, 才听见纪云舟咬牙沉声道, 阿唐, 阿唐, 这是她给我的第二次警告。 听见熟悉的名字, 昔日钻心的疼痛 再次涌上四肢百骸。 我攥紧了衣袖下的双手, 指甲嵌尽肉里也浑然不知。 在一旁沉默多时的萧玄彻 终于开了口。 今日阿唐累了一天, 她懒懒地回望了纪云舟一眼。 有什么事, 过几日再说吧。 我顿时愣正住, 这是萧玄彻第一次唤我阿唐, 不过这话着实说得暧昧。 听在纪云舟等人耳里, 又是另一重意思。 纪云舟的脸色已经完全沉了下来。 她冷冷一笑, 既然萧将军和阿唐这么投缘, 那过几日皇后的寿宴, 可一定要来啊。 出了院子, 背后被人盯着的感觉才渐渐消失。 我心里却狐疑不安。 按理说, 今日纪云舟从湖里就起夏吴若后, 根本无空再来国公府。 怎么没看见夏吴若的身影? 地下好像有意把你许配给三皇子。 萧玄彻的声音从我头顶上方传来。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她, 正撞进她的双眸。 萧玄彻面容如玉, 比起纪云舟少了几分阴郁, 多了几分漠然。 我收回视线, 平静道, 可我不想。 萧玄彻沉默片刻, 又问, 三皇子如今罪得圣心, 等日后他封了太子, 你便是太子妃。 为何不愿? 的确, 曾经皇后的嫡长子封寒去世后, 太子之位便一直空缺。 而年纪最大的纪云舟自然是有利人选。 他的母妃虽然早逝, 但他娶了我便能赢得贵妃的支持。 这便是纪云舟的第一步棋。 我轻笑起来, 漫不经心道, 因为不愿被辜负。 所谓的帝王, 谁又有真心呢? 萧玄彻看向前方, 缓缓开口, 可以你的身份, 国公府不会让你嫁个普通人。 世家伯侯, 皇亲国妻, 都是同样的一类人。 他一字一句, 说得极慢, 我竟听出了几丝怜悯之意。 我摇摇头, 那也不一定。 他闻言微正, 我笑起来, 眉眼弯弯, 你不就和他们不一样吗? 我第二次见到萧玄彻, 便是在几日后的寿宴上。 萧玄彻一身银段暗纹锦袍, 身踢弧球大场, 清清冷冷地坐在大殿一侧。 看到他的身影, 众人还有些诧异。 萧玄彻从不爱参加这种场合, 今日怎么转了性子。 萧将军, 怀扬郡主含情默默地看着他, 还以为今日你不会来呢? 他视线下移, 落在萧玄彻腰间的香囊上, 一时愣住。 我娘见状, 偷偷给我耳语, 小郡主爱慕萧玄彻这么些年, 还以为能感化这块石头。 没想到人家早已心犹所属,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我垂眸未作声, 想起这些日子, 春莹总是好奇问我, 为什么突然对萧小将军这么关注? 他们怕我移情他人, 笃定我和纪云州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我对萧玄彻, 也不过只是为了借力罢了, 借他的力脱离纪云州, 借他的力让纪云州得不偿失。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爱, 我现在早已不关心了, 远处一阵嘈杂, 不知是谁低声, 三殿下来了。 我平静抬眸, 看见纪云州大步走进殿内, 在他身后是一位穿着红衣的女子, 和夏吴若对视的瞬间, 他勾了勾嘴角, 露出一个巨傲的笑容。 纪云州朝皇帝行礼, 父皇, 这位是儿臣在青州遇见的一位术师。 夏姑娘有天眼可观未来之事, 儿臣试过几次, 均已应验。 果然, 他们还是相遇了。 皇帝饶有兴趣问, 那你看看皇后和这几位贵妃, 能看出什么? 夏吴若扫了一圈上座, 闭目掐指, 显得高深莫测。 片刻才开口, 说玉贵妃似乎已有身孕, 玉贵妃就是我的姑姑。 皇帝又惊又喜, 玉衣当场摸脉, 果然指下圆滑, 如珠走盘。 而纪云州一副早已料到的神色, 他自然是为了让夏吴若 在圣上面前博个好印象, 从而顺利地进入青天间, 掌握神学造势, 用天象来当作他夺嫡的幌子。 原来这便是天眼吗? 我浅磋一口茶, 轻笑起来, 这有何难? 一时, 店内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夏吴若瞇了瞇眼睛, 冷笑问, 姑娘有何高见? 高见倒算不上, 不过这种唬人的法子, 我也会我笑咪咪地说。 贵妃娘娘开场后便神色奄奄, 吃了几口便好似食欲不振。 她身侧的宫女一直给她背着山楂酸梅, 多关注几眼便能看出她一直不停地抚摸小腹。 而今日贵妃娘娘着装素雅, 就连扣单唇枝也未涂抹, 想来是害怕腌制水粉不小心入口后 对腹中胎儿有影响。 我抬头看她, 笑了起来, 多留意便能看出来的, 也是天眼吗? 夏吴若脸色铁青。 一旁的纪云舟适时开口, 父皇、夏姑娘还曾观测出 半月后西北将有地龙翻身。 她话还没说完, 皇帝摆摆手。 这些事, 玄册已经跟朕说过了。 她领兵途经西北, 听闻西北大汉数月, 已是异常, 又见山土松散, 便承报与朕。 朕已经让当地住时修整, 多加防备。 皇帝漫不经心道, 阿唐说得没错, 这些寻常是多加留意便可, 哪里称得上什么天眼术师。 她轻轻挥了挥衣袖, 夏吴若便被人连脱带拽地拉了下去。 无视夏吴若的惊声呼唤, 皇帝又瞥了纪云舟一眼, 你呀, 身边就缺个像阿唐一样聪明伶俐的。 大殿上的众人文言, 又是笑着附和, 只有萧玄册一个人在独自饮酒。 我看着当今天子, 想来他也不知道 自己最后会死在最疼爱的儿子手里。 纪云舟以我的性命 威胁姑姑给皇帝下毒。 日复一日, 慢性毒素渐渐侵入老皇帝的身体, 最终害得他沉磕重病, 卧床不起。 可笑的是, 老皇帝竟然还以为 这是自己日夜操劳国事所致。 而我的姑姑最终也在生产时蹊跷死亡。 纪云舟安慰我的时候, 只说是贵妃大出血而死。 但后来我才知道 这不过是他诓骗我的说辞。 要登上地位, 知道他救世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 纪云舟的狠毒, 我竟然在临终前才领教。 皇帝慈爱地问, 阿唐, 之前你救驾有功, 朕说会云你任何事, 如今想好了吗? 若是没想好, 真这倒有仪式, 不知你愿不愿意。 他话已至此, 若我此时不求赏, 皇帝便会借赏赐之名为 我和纪云舟赐婚。 众人的目光盯在我身上, 想好了。 我在心里对萧玄彻说了一万句对不起, 继而垂眸跪拜, 清脆的声音掷地有声。 阿唐轻慕表哥多年, 今日表哥班师回朝, 还望陛下为小女赐婚。 一时, 大殿鸦雀无声, 众人全都呆愣住。 江家嫡女和萧小将军毫无交集, 竟然会求天子赐婚。 皇帝微微皱眉, 迟疑问, 你的表兄是萧玄彻。 我平静道, 正是。 阿唐与表哥青梅竹马。 话还没说完, 纪云舟突然开口, 不渴。 他猛地起身, 阴沉着脸, 江宁堂。 你再说一遍。 我坦然地对上他的双目, 语气却冷若冰霜, 殿下请自重, 这里是陛下的皇宫, 不是你纪云舟撒野的地方。 皇帝皱了皱眉, 转而对纪云舟呵斥道, 坐下。 纪云舟深吸一口气, 拳头捏得发白。 皇帝清了清嗓子, 微笑起来, 这次婚仪式, 萧将军以为如何。 我表面上端庄田静, 暗地里却紧张地提着一口气, 后背已经浸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赐婚之事, 我此前并未告知萧玄澈, 只是在那天相别时, 他说, 日后若有他需要帮忙的地方, 但说无妨。 众目睽睽之下, 萧玄澈平静地与我对视, 并未作声。 纪云舟痴笑道, 看来江姑娘的心意, 萧将军并不领情啊。 他话一说完, 淮阳郡主率先忍不住笑出了声, 在空荡的大殿上, 显得尤为刺耳。 除了我的爹娘和姑姑, 其他人都好整以挟地 等着看我笑话。 我一颗心直直地沉了下去, 把宝全部压在萧玄澈身上。 原来, 错了。 全场寂静之时, 萧玄澈终于起了身。 他走到我身旁, 垂眸看了我一眼, 还未等我读懂他眼中的含义, 他已经一掀衣袍跪了下去。 萧玄澈被挺得笔直, 声音不大, 却足够让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 我与堂儿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 还望陛下恩准。 自大殿上被刺婚后, 萧玄澈的聘礼便一箱箱地 抬进了国公府。 我爹娘这才意识到我没有开玩笑, 是真的要嫁给萧玄澈。 阿堂, 你可考虑清楚了, 我娘严肃问, 这可不是儿戏。 我点点头, 是, 我爹急了, 可三殿下对你一片真心。 我笑起来, 再次笑着重复道, 爹, 圣旨已下, 我只嫁萧玄澈, 圣旨便是我最大的靠山。 等到爹娘失魂落魄地离开, 春莺无嘴偷笑, 这几天老爷和夫人就跟丢了活一样, 不过既然小姐喜欢萧将军, 那萧将军一定是个极好的人。 他替我梳着头, 给我讲着府外的去世。 小姐还记得前些日子咱去的慈温寺吗? 也不知怎么回事, 昨日突降山火, 把那儿烧了个干干净净。 我微微皱眉, 纪云舟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的干脆。 先帝临终前, 曾留给自己疼爱的小儿子一份护身密宝, 以免太子登基后对其赶尽杀绝。 如今的皇帝便是那位太子, 而那位被先帝惦念的王爷前些年也以重病去世。 这个信物变成了皇上心头的一根刺。 上辈子。 纪云舟便靠着夏吴若 在慈恩寺后山找到了那枚先帝的班纸, 传闻是打开密室, 取出密宝的钥匙。 他以此物威胁皇帝, 逼其让位, 如今又想依法炮制。 但我没告诉他, 那枚班纸已经被我调包了。 小姐, 外面有人送来一封信。 小丝递来一份未署名的信纸, 我匆匆打开看了一眼, 便放在烛火上烧了。 只让小丝给那人回话, 你让他在万福楼等我。 万福楼是夏吴若曾经住过的地方。 他上辈子, 从一名青楼女子陡然成为人人称赞的天眼神女。 有人一掷千金就为求一个他的卦象。 纪云舟约我出去, 无非是夏吴若给他出的主意。 我不知纪云舟是何目的, 但我知道今日燕国使臣在万福楼歇脚。 这也是前些日子, 我洋装无意从萧玄彻那里打听到的。 我让人包下一间包厢, 果然,纪云舟已经在里等我。 你来了? 他笑着给我递来酒盏, 喝一杯。 见我不为所动, 纪云舟微微皱眉, 怎么, 连和我喝一杯酒也不愿了吗? 我坐下身, 沉默着接过他的酒盏, 却被他猛地一拉, 整个人猎且朝他身上扑去。 我挣扎着想要脱身, 他低声道, 是萧玄彻逼你嫁给他的? 不是, 我直直盯着他, 是我自愿的。 他皱眉看我, 片刻才苦笑道, 原来如此。 屋外响起脚步声, 纪云舟松开我的手, 随意道, 那便陪我喝一杯吧。 我垂眸接过那杯酒, 当着纪云舟的面一饮而尽, 余光瞥见他嘴角是阴沉的笑意。 一炷香的功夫, 我扔下昏迷不醒的纪云舟, 轻手轻脚地出了屋子。 再等片刻, 夏吴若便会因放心不下, 偷偷进屋查看。 这么下散烂的法子, 纪云舟以为只有他会想到吗? 脚踝传来一阵刺痛, 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刚刚纪云舟拉扯之际, 我崴了脚, 现在只能一瘸一拐地离开。 正当我左右查看燕国使臣的身影时, 不知从哪伸出一双手。 一把捂过我的嘴, 将我拖进旁边的房里。 江宁堂, 你什么时候想出的这个法子? 你可知那并非普通酒水。 萧玄车的神色比起初见时多了几分凛冽。 我不知道他来了多久, 又看见了什么。 这种在沙场上沙法果决的将军, 最恨的便是有人暗中使记。 他一步步逼近, 周身在我面前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 对上他审视的目光。 我张了张嘴还未说话。 啪哒, 几颗豆大的眼泪率先落了下来。 萧玄车一愣, 顿时慌了神。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手足无措的样子。 他慌乱地拉过我, 替我失去眼角的泪珠, 低声哄道。 我并不是责怪你, 只是你明知纪云舟对你心怀不轨, 还孤身前往。 你想要反将他一军, 就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情况之下。 今日遇到了我, 那以后呢? 纪云舟若没喝那杯酒, 我不在的时候, 谁来救你? 我不说话, 眼泪却速速落下。 并非因为委屈, 而是一想到我次次都利用萧玄车, 他却只关心我有没有受伤。 我问心有愧。 好了, 我若是真生你的气, 便不会出手替你善后。 下次你要教训谁, 与我说便是。 他放柔了声音, 蹲下身, 示意让我上杯。 走吧, 我背你回去。 见我愣住不说话, 他不由再次催促。 傻子, 还愣着做什么? 再等会儿, 纪云舟就该醒了。 我这才连忙趴在他背上,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发现我脚踝扭伤的。 萧玄车足间轻点, 轻轻一跃便翻出围墙。 风吹过我的耳畔, 我贴近了他的侧脸。 恍惚能够听见 不知是谁的心 在扑通跳动。 表哥, 我趴在萧玄车的后背, 闷声闷气道, 对不起。 我将先皇遗物 偷偷藏在他身上, 又利用他的善心娶我。 他本是骁勇善战的大将军, 我却把他牵扯进这桩 夺敌纷争中。 我和纪云舟一样, 都把无辜的人当作了自己的棋子。 我知道, 你把扳纸放在香囊里送于我, 又故意请纸赐婚, 他声音淡然, 风一吹就散在了空里。 我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个字。 这又有何关系, 萧玄车依旧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这样做, 必然有你的道理。 我声音苦涩, 你就这样信我, 我也并非你想的那般好。 怎会, 萧玄车突然侧头, 与我的唇角如蜻蜓点水相碰。 我只觉心跳一紧, 大脑陡然空白, 耳边是他轻笑的声音。 儿时和我一起种银杏树的小姑娘, 连不小心压伤一只蝴蝶, 都会哭半个时辰。 从小便心存善念, 竟会为了一只毫无相干的生灵落泪。 他怎会不好? 一日, 纪云州羽翼青楼女子 在燕国使臣的屋内 颠锻倒缝之事, 传遍了整个京城。 而那女子不是旁人, 正是前些天在皇后寿宴上冒充神棍的夏无弱, 圣上勃然大怒, 气得当场咳血。 燕国使臣非要纪云州给个交代, 此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却足够让纪云州在天下人面前丢脸。 以他高傲的性子, 怎会甘心? 纪云州被关了禁闭, 至于夏无弱势流放成军纪还是其他, 我已毫不关心了。 我和萧玄澈大婚在即, 再一次穿上凤冠霞配, 竟然还是会有些恍惚。 萧玄澈亲自来接亲, 我的手附上她的掌心, 听着周围宾客庆贺的笑声, 心中的紧张终于渐渐消散。 屋内有备好的甜点瓜果, 萧玄澈握着我的手, 用只有我二人听见的声音低声道, 你若饿了便吃点垫垫肚子。 他还要去敬酒应酬, 只叮嘱我。 这几日陛下龙体抱样, 几位皇子暗中争斗, 宫里不算安全, 若你想见姑姑, 便等些日子或者我陪你进宫。 我轻声道好, 待萧玄澈离开, 我正欲活动一下酸涩的脖梗。 突然有人提刀撞开门, 纪云舟身披夜色, 眉眼阴质。 他步步逼近, 神色复杂, 江宁堂。 我再问你一句, 你真要嫁给他? 我猛地掀开红布盖头, 冷声呵斥, 纪云舟。 你当真放肆, 这里可是将军府。 纪云舟突然笑了起来, 将军府, 他狠力怒骂道, 将军府有什么了不起的? 萧玄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臣子, 你休想拿他来压我。 听到动静的萧玄澈带人赶来, 纪云舟拉过我, 卡住我的脖子。 这时, 萧玄澈已经抽剑 抵上纪云舟胸膛。 他冷冷道, 纪云舟, 我和堂儿青梅竹马, 两情相悦, 容得你来智慧。 纪云舟沉默不语, 手上却微微用力, 薄薄的刀刃贴上我的脖梗, 顷刻间便已经浸出血珠。 他行似癫狂, 怒吼道, 萧玄澈, 这天下是纪家的天下。 你竟敢这样同我说话? 纪云舟, 我突然平静开口, 难道下无若眉告诉你, 玉斑纸上面没有小字的都是燕体吗? 纪云舟一愣, 立马翻出手里的信物, 只见他瞪大双眼, 煞时面如死灰。 你怎么知道? 放弃吧, 我被他用刀抵着脖子, 轻声道, 你的计划要落空了。 你宫里的眼线, 早已被清除干净。 你所收到陛下重病的消息, 看到咳血的印记, 都是假象, 都是为了引你动身罢了。 我一字一句, 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陛下本就一心极重, 你苦心多年营造的形象, 终究还是毁于一旦。 太子之位本就是你的, 等陛下寿终正寝, 你便是名正言顺的天子。 你太着急了。 纪云舟一咬牙, 翻身上马, 一把提起我的衣领, 用刀抵着我的脖梗, 朝其他人怒吼, 都给我让开, 否则我便杀了他。 萧玄澈紧紧握着长剑, 指尖发白, 纪云舟, 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纪云舟猛地一拉缰绳, 骑马冲出将军府, 朝着郊外驶去。 随即萧玄澈翻身上马, 扬边追上。 我看着身后萧玄澈 渐渐模糊成一团黑影, 头顶上方传来 纪云舟的冷笑。 江宁堂, 你这么关心他吗? 纪云舟咬牙切齿, 你当真是爱上他了吗? 风向刀割般, 刮得脸颊生疼, 我被纪云舟挟持在马背上, 嫁衣燕红似血。 是, 我坦荡地对上他的目光, 一字一句, 说得极慢。 我爱他。 纪云舟有片刻的尸神, 身后几只剑鱼视如破竹, 马重剑倒地, 发出凄惨的嘶鸣, 纪云舟一把拉过我滚下马。 尘土飞扬, 寂静的夜里只有他急促地喘息声。 他拽着我, 跌跌撞撞地往山林中跑去。 也不知跑了多久, 他才像用尽全身力气般, 瘫倒在地。 我连忙摸向他的身后, 全是粘腻的鲜血。 原来, 刚刚萧玄彻的那几件正中他的后背。 纪云舟, 你就这么想要那地位吗? 我咒没力一声问。 他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 嘴唇发白。 我太心急了。 但我若不登上那高位, 谁会多看我一眼。 江宁堂, 我这些日子总是在做一个梦。 纪云舟大口喘着气, 声音渐渐变得小声。 我梦见夏无弱骗你说他有了身孕, 又把你推下悬崖, 我赶来时, 观月台空无一人。 他伸手想要触碰我。 我杀了夏无弱, 可你已经坠崖了。 我在梦里祈求见你最后一面, 想要告诉你, 我未曾赴你, 阿唐。 阿唐, 我从未赴你。 他话还未说完, 一只剑雨破空而来, 直直穿透他的肩膀, 把他钉在身后的树上。 扑, 一大股鲜血从纪云舟嘴里喷出, 骨骨鲜血如泉水般涌出。 纪云舟死死死地盯着我, 声音哑然, 阿唐, 你也梦见了, 是吗? 你也梦见前世了, 是吗? 我看着他, 轻声开口, 是, 你虽未赴我, 但在你心里, 所有人都是你可以利用的棋子。 姑姑也好, 夏无弱也罢, 你太贪恋地位了, 你未赴我, 只是我还没有忤逆你。 可一旦我与你登地的计划相悖, 你便会毫不念旧情地杀了我。 就像今日, 你用刀挟持我来威胁萧玄彻一样, 身后传来阵阵马蹄声, 即便不回头, 我也知道, 是萧玄彻来了, 我想要嫁的人, 我爱的人, 他永远, 永远只会把我放在第一位。 纪云舟双眸逐渐涣, 他苦笑起来, 喃喃自语, 不会有这样的人。 我摇了摇头, 伸手替他合上双眼, 轻声道, 是的, 你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 你也不会是我爱的人。 后来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有人狂奔而来, 将我搂在怀中。 萧玄彻不顾我浑身是鲜血碎泥, 狼狈不堪, 像儿时一般抱着我轻轻哄道, 阿唐, 别怕。 恍惚间, 好似又看到许多年前, 小少年笨拙地安慰我。 你别哭了, 不过是随军历练, 又不是不回来了。 等这棵树长高了, 我就回来。 你可别忘了我呀。 时间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斗转星移, 沧海桑田。 萧玄彻一语成衬, 京城新鲜玩意儿层出不穷, 儿时说过的话犹如眨眼间, 便忘得干干净净。 不过是一个远房亲戚的小小郎君, 我早已抛之脑后。 等他再次见到我, 却只见我笑咪咪地问他, 你是何人? 我真的, 差一点就忘掉他了。 我趴在萧玄彻尖头, 听着他心脏扑通扑通跳动。 喧嚣的风吹过我的耳畔, 竟然丝毫感受不到寒冷。 不远处传来嘈杂的人声, 是旧冰到了。 表哥。 我抬头, 看见萧玄彻依旧是担忧的神色, 眼中映出一个小小的我。 我靠近他的耳侧, 轻笑道, 来年初春, 我们再一起种一颗银杏吧。 重新沉昏相伴, 岁岁年年。 故事二。 哎哟, 不长眼呢? 谁他妈撞我? 我好好地在等红绿灯, 突然一个滑板少年从身后窜过, 撞了我一个猎前。 天气太热, 导致我今天心情差到爆炸, 于是禁不住破口大骂。 可是怎么顿时间, 风起云变, 天边的滚雷阵阵闪动, 隐隐有向我头顶宣泄而来的趋势。 怎么的? 成年人讲讲脏话而已, 不至于被雷劈吧。 话虽如此, 在闪电乍亮的一瞬间。 我还是眼前一黑, 身子不稳向后倒去, 耳边行人们的惊呼和尖叫 渐渐远去。 我短暂地失去了意识。 老天爷, 我错了, 我不该说脏话的, 应该做一个礼让他人的好孩子。 但我才不要改。 哦, 那难不成还需要朕和你说声抱歉? 等我下一秒再次睁眼, 听见有人回答我。 我皱皱眉, 抬头看去。 面前的男子眉清目秀, 身材高挑, 虽一看就是健身爱好者的满身健子肉, 但不显状。 好身材, 大帅哥。 而且更惊喜的是, 他还是个汉服小哥哥。 瞧着一身布料和裁剪样式, 做得真好, 想必不便宜。 你在看什么? 或许是我目光太灼热, 陌生男子被我看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这身哪家店买的, 发个链接给我, 成布。 见了陛下, 怎么不仅不行礼, 还口出狂言, 旁边的女子,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模样, 穿得和身边的男子不一样, 看起来像个巫柱或是神婆一类的。 难道是什么我不知道的角色的cause? 而且, 什么陛下? 什么行礼? 玩得什么play? 我也是其中的一环吗? 你今天很奇怪, 其零零。 这个高个子男人摆了摆手, 是一那女子不要讲话, 她自己上前一步, 紧盯着我。 今天日子不好, 你还是不要到处跑好一些, 乖乖在宫里待着。 什么日子不好? 我抬头望望着万里无云的明朗天空, 还是说你们出门喜欢看皇帝。 而且, 我既不姓齐, 脑子也不灵。 大哥, 我只是路过呀, 怎么把我也带入你们的角色了? 我开始有点生气了, 不由地捏了捏拳头。 哎, 我手机呢? 刚刚还捏在手里的。 我四下还饰, 这下才注意到, 此时此刻这片花园, 这条小径, 完全不是我刚刚所在的地方。 我身上这身香喷喷的长裙, 也如此陌生。 满头长发, 晚成复杂的发际, 我能听见拆环在我耳边晃动的叮当响。 不对啊, 这不是我。 我今天穿的白替牛仔裤, 一向留得是扎不起来的短发呀。 貌貌湿湿的, 可不像朕的妃子该有的样子。 她一边冷声说, 一边自己俯下身擦擦自己的鞋面。 我瞟一眼。 或, 上面印着我好大一个三十六码的鞋印。 今天新风飞, 干脆就先叫灵飞。 封号之后再寻。 说完这句, 我突然感到眼前这个男人猛然沉默下来, 像是很心烦地甩了甩脑袋。 紧接着他起身, 抬起我的下巴, 和我四目相对。 然后他莫名温柔地微笑着, 说了简单的两个字。 真丑, 话虽如此, 他还是点了我今晚事情。 为什么? 我不是丑吗? 这家伙练愁痴痴, 这么变态, 过来啊。 他在招呼我, 还在过来两个字, 后面加了个娇俏的呀。 我头皮发麻, 但有什么办法。 但有什么办法, 虽然一千万个不情愿, 可毕竟明面上的身份是他的嫔妃。 在来之前, 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位皇帝人品如何, 结论是不怎么地, 说是阴晴不定, 牙字必报, 喜怒无常, 时而温柔, 时而冷酷, 简直是个凭血脉上位的无德小人。 我一边两股战战, 担心他为下午的事嘎了我, 一边又在心里寻思, 是不是在这里嘎掉, 就可以回原来的世界了。 总之, 我慢慢磨蹭过去, 思来想去, 我还是不想被嘎掉, 那也太疼了。 今天下午的事, 确实是朕突然从你背后出现, 没成想吓到你了, 对不起。 嗯, 他作为一个暴君, 竟然向我道歉, 一定有诈。 于是说时迟难时快, 我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陛下, 臣妾自知顶撞陛下是死罪, 但求陛下开恩啊。 臣妾定当痛定思痛, 也自知没有姿色, 绝不再出现在您跟前, 惹您厌烦。 这话说得多好, 我在心里暗自赞叹自己的智慧, 一面求了饶, 不被嘎掉, 一面说好, 不再争宠, 免去羁绊的麻烦。 齐灵灵, 你今天真的很奇怪也。 啊? 我文生抬头, 斗胆观察他一眼。 傻呀? 眼前这个流泪狗狗演的家伙 是谁呀? 他哪里像白天那个无情暴君呢? 齐灵灵, 灵宝, 你果然生气了是不是? 我知道你不稀罕非味, 但现在确实我登基不久, 还做不得主。 你放心, 皇后之位还空着, 他会一直为你一个人空着。 我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他不仅改口不再自称阵, 而且还管我叫什么? 灵宝, 谁他妈是你宝? 而且不是说好今天下午送你走, 我跟你对暗号, 你怎么也不回答我? 狗狗眼更加湿漉漉, 什么走? 什么暗号? 你不是叫我不要乱跑吗? 怎么又说送我走? 呜呜呜呜呜, 他捂住了脸。 不, 您别哭, 我试图劝累。 但没有效果, 他一直哭, 就像开了闸的水库, 没完没了, 几里哇啦, 烦死了。 我最讨厌一个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男人哭哭啼啼, 吵死了。 多大点事儿, 你哭个屁啊。 啊, 我突然回过神儿,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对他, 这个世界的皇帝, 出言不逊了。 他瞪大了眼睛, 我惊慌之中, 再次麻利地跪下, 开始装低威。 臣妾错了, 果然他眼睛闪了闪, 神色暗淡下去。 真丑, 你他妈的。 我在心里已经揍在这张帅脸上了。 我虽然长得一般, 但绝对算不得丑吧。 顶多路人长相, 从没有人会评价我丑。 但此刻我得服软, 否则真要完蛋了。 是, 臣妾自知丑陋。 不是啊, 灵宝, 你要回答我丑个屁, 就像你刚刚骂我哭个屁那样。 啊, 哪来的抖恩? 啊呸, 当真变态。 总之, 这天晚上的事情, 被我用身体不适的破理由, 匆匆忙忙地糊弄过去了。 我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 这人确实是暴君。 为了皇位, 他逼为父皇, 流放兄长, 谋杀忠臣。 第二, 我这副身体是他唯一的爱人。 两人从小一块长大, 亲密无见, 经常打打闹闹, 所以他好像就被养成了这种M属性, 被我骂了。 他反倒觉得挺自然。 第三, 他似乎其实很爱哭, 尤其是我对他表示出哪怕一点点恭敬, 他就立刻开始哭, 有点棘手。 毕竟我不是他的爱人, 只是占用了这个女孩的身体, 假如某天败露了我真实的身份, 他肯定会当场砍了我吧。 这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在第二天, 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干脆和他闹翻, 住进冷宫去算了。 反正这是他爱人的身体, 他总舍不得杀掉他爱人吧。 等我离开这具身体, 他俩再和好也是很容易的吧。 就这么做。 于是我立即起床, 开始收拾行李, 当天下午把整个宫殿打包进了冷宫。 哈哈, 冷宫才是我的福乐窝, 既然是福乐窝, 那就是我暂时的家, 这么凋敝破烂可不好。 况且我怕冷, 冷宫冷宫, 听着不吉利。 我大笔一挥, 写出四个大字, 温暖之家, 做成牌匾挂在门口。 虽然听起来怪怪怪的, 很像是某种福利机构, 或者流浪动物收容中心, 但不管了。 哈哈, 我有家了。 感谢穿越, 让我这个毕业之后, 在大城市奋斗多年, 都没解决户口的人, 眨眼间有了这么大一套房子, 省去多少首富, 摇号等等等等的麻烦, 太幸运了。 真是塞翁师马烟之飞符, 忽然门口骚动起来, 臂, 陛下, 我们劝说过灵妃娘娘, 是她偏要搬到此处, 啊, 门口的小侍卫被皇帝一脚踹倒, 你竟然敢诋毁欺辱镇最尊贵的嫔妃? 不, 不敢, 我不敢说假话, 拖出去, 仗则, 我在里面吓坏了, 没想到因为我自己一时任性, 竟然害了那个无辜的侍卫小兄弟, 于是连忙出去阻止, 是, 是我自己来的, 没人逼迫我, 她漆黑的眼眸, 看起来凶得要吃人, 灵妃你自己要求的, 你还真是, 是朕给你安排的宁喜殿哪里不好, 还是说, 你竟真的如此厌烦镇, 她伸手想揽住我, 我很害怕地缩了缩身子, 于是她的手盾在了空中, 奇灵灵, 你要知道, 镇毕竟是皇帝, 不会老哄着你, 说完她转身就踏出了宫门, 所以这是默认我可以住这儿了, 哈哈, 白担心一场, 还以为马上人头落地, 好悬好悬, 总之是有惊无险, 现在可以生活过日子了, 就在这偏僻冷宫, 我要燃起冷灶, 靠自己过火, 冷宫再冷, 她也是宫啊, 而且借着灵妃这个响当当的称号, 每个月银钱, 药材, 布料, 稀奇玩意, 一样不少, 多有意思啊, 不用去打工, 坐在家里数着银子过日子, 还没有狗皇帝来打脚, 没错, 她这段时间听说是朝政繁忙, 一直没来过后宫, 但老宅这也是闷, 想起我穿越之前, 可是个教拉丁舞的舞蹈老师啊, 现在日子这么舒心, 为什么不玩起来呢? 心动不如行动, 我重操就业, 办了个舞蹈班, 没错, 你没听错, 我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一个缺点, 贪心不足, 虽然银钱首饰一样不少, 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 乐子啊, 而且我作为新世纪新青年, 不搞封建腐朽那套, 因此, 我的舞蹈班将广收学生, 上至各宫廷飞, 下至小宫女小侍卫小太监, 如果可以, 我也想邀请小猫小狗小鸟, 小花小草小树, 没错, 就是要男女学员都有, 本来舞蹈就是常常需要男女搭配嘛, 多好看, 那个灵妃娘娘, 这不妥吧? 虚, 别说话, 再试试这个颜色, 我在给我的贴身侍女橘翠做舞蹈服装, 她是我的第一个学员,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情有可原, 毕竟拉丁舞可是个新鲜玩意儿, 而且难免在他们这群老古董眼里衣着暴露, 举止亲密什么什么的, 慢慢来, 我有的是时间, 嗯可以, 这种浅淡的绿色好看, 再做一件纯黑色的, 我埋着脑袋记下它的各种尺寸, 忙什么呢? 突然我身后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当然就是皇帝, 我回头, 菊翠悄悄退了出去, 啊, 没听见您进来, 我起身想行个礼, 他按住我, 嘶, 这个按住的动作, 怎么看都不是一种轻易的表达, 捏得我肩膀生疼, 说实话, 一看见他, 我原本轻松的心情, 一下沉重了, 搬回去吧, 不, 为什么, 为什么非得搬回去, 他止了声, 慢慢憋红了脸, 因为是寝牌, 没有冷宫这一项, 哦, 原来如此, 他脑子里就想着这, 昏君, 我在心下鄙夷, 整个后宫三宫六院, 全是皇帝, 您一个人的, 冷宫不行您找别人呗, 我很无所谓的耸耸肩, 我想, 如果你知道你父兄现在的处境, 就不会这么说了, 父兄, 我单亲家庭独生子女, 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哎, 没有父也没有兄, 于是在心里暗翻白眼, 什么处境, 他们陷下在天牢, 以结党谋私的罪名, 朕随时可以将其处死, 我父亲什么人, 我在这天晚上洗漱时, 问菊翠, 嗯, 您父亲是镇国大将军, 我兄长呢, 啊, 您兄长是天津书院院长, 后来我知道, 天津书院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书院, 相当于清华北大, 啊, 也就是说, 我, 或者说这个身体的主人, 他的父兄, 一文一武, 掌握着这个国家近半数的实权, 另外半数就捏在这个皇帝手里, 则, 那这问题, 值得思索了, 狗皇帝真的爱这个姑娘吗, 还是为了他父兄的权利, 有意在拉拢呢, 现在眼看拉拢不成, 干脆使用暴君手段, 全部除掉, 那不行啊, 如果这俩父兄死了, 我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虽然也很愿意回原来的世界, 可现在我的舞蹈学校还没办起来, 我不甘心呐, 而且这家伙刚刚跟我说话, 还有上次刚刚得知我搬进冷宫时, 他的语气怪怪的, 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感觉他和上次那个流泪狗狗眼不是一个人, 还有暗号, 对啊, 他只有第一次见面那一天和我提过暗号, 接下来在冷宫见的两面都没用上, 让我来大胆假设, 难不成这家伙其实人格分裂, 照他目前这个表现, 更凶一些的是主人格, 狗狗掩饰偶尔出现的, 我开始觉得事情不简单, 于是回到原来宁喜店的房间里, 疯狂翻找, 您这么晚了找什么? 菊翠跟在我身边? 你主子, 啊不是, 我是说我, 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日记? 什么东西? 啊, 就是每日事物摘录, 这什么奇怪解释? 奴婢不清楚那是什么, 但娘娘确实一直有作诗的爱好, 我原本还奇怪, 娘娘今日都不惜文末了, 线下是想重新开始写诗了吗? 写诗? 笑死? 我哪会? 对, 我热爱作诗, 哦, 撒谎快成习惯了, 啊, 好, 我帮娘娘把之前的诗篇找出来,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死我, 合着这身体的原主人, 也是个现代人啊, 如果没估计错, 这首诗是徐志摩写的吧, 还有这篇, 这不孩子吗? 还有这儿, 抄袭了书庭女士, 真可耻, 为什么全抄近现代诗人的作品呢? 李白, 杜甫, 王维什么的都不香吗? 略做思索之后, 我聪明的小脑瓜明白了, 因为天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究竟哪朝哪代啊, 万一撞上了古代诗的作者本人, 那就太尴尬了, 估计原主人以前是个语文老师之类的, 闲得没事默写试玩的, 但他留下了一些其他的笔记, 告诉了我一些真相, 皇帝名叫陆川童, 多数时候是个暴君, 是一个会为了权力, 明争按墙耍阴谋的狠角色, 他只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他的第二人格, 据说那是他夺位之后第二天, 突然出现的一个人格, 和主人格完全相反, 娇滴滴地还爱哭, 所以陆川童很讨厌这个人格, 费尽一切心思不让外人看出他 还有这个弱点, 但可惜还是被我, 或者说身体的前主人发现了, 所以这算他有个把柄落我手里了, 那他怎么不干脆干掉我, 以绝后患, 反倒纵容第二人格和我约定了暗号, 奇奇怪怪, 正思存间, 宫殿大门被推开了, 咦, 菊翠又是什么时候溜走的, 我很不满的脑脑脑袋, 朕来了, 还要侍女做什么, 灵妃找什么, 朕替你找, 拿不准, 我真拿不准他现在到底是哪一个人格, 他似乎灌了不少酒, 脸上微微发红, 眼睛狭长地眯起来, 带着笑意, 那双眼睛颜色真黑, 眼窝野深, 像晚间一潭看不透的湖水, 你你现在是谁, 你猜呢, 果然, 他在我面前毫不避讳第二人格的存在, 但如果是狗狗眼, 应该会用暗号的, 他是陆川童本身, 请, 请陛下自重, 这家伙满身酒气地抱住我, 发疯般地在我耳边和脖梗印满了吻, 他力气好大, 我根本正不开, 齐玲玲, 你是朕的, 不是那家伙的, 他顶多算朕的影子, 听清楚, 只有朕可以碰你, 早知如此, 昨晚就不该回这个宁喜殿找线索, 今天不用早朝吗? 我看一眼身边的男人, 他睡得真香啊, 不知道身体前主人让他得逞过没有, 这不重要, 反正我无所谓, 毕竟新世纪心自由, 我不是被这些世俗眼光束缚的人, 齐玲玲, 你不是奉朕更衣吗? 突然他醒过来, 拉住我的手, 我稍一回头, 嗯, 他身材真的好, 胸大腰细, 好一片春光, 昨晚抱起来, 手感确实很不错, 但, 你觉得我会惯着你? 我说你们这些皇帝, 还真是被惯坏了, 二十大几岁的人了, 不会自己穿衣服, 要不要我送你回幼儿园重修啊? 我甩开他的手, 独自美丽地起身去梳妆了, 今天, 可是我的舞蹈学校, 开始招生的日子, 齐, 齐玲玲, 你难道, 哪有你这样的嫔妃呀? 昨晚我们才度过了一晚呢, 嗯, 那又怎样? 你不像朕要点什么? 你的父兄还在天牢? 你的飞味封号还没定? 或者, 最近从西域进贡的真奇玩具? 切, 本姑娘要的, 本姑娘自己知道证, 你只不过作为男人, 堪用而已, 她脸色好难看啊, 但我已经不怕她了, 她既然一直没杀我, 那现在和以后也都不会杀我, 她既然不会杀我, 怎么可能杀了我父兄来得罪我? 这不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毕竟我发起风来, 直接一刀囊死她, 结束这场穿越游戏也不是不可能。 今天我的主要任务是招生。 我以前也干过招生工作, 其工作内容简单说来, 就是发传单。 那种花花绿绿的可疑小卡片, 小传单。 说干就干, 我找来许多材质, 写了一个样本。 分发给温暖之家上上下下几十号人, 每人超二十份, 进够了。 当天整个后宫全是我派出去的人, 大街小巷全是如下几句话。 您看一看灵妃娘娘舞蹈课, 了解一下。 舞蹈, 那是舞姬才学的, 本宫什么身份? 拿走拿走。 然后果不其然, 花花绿绿小卡片小传单被丢得到处都是。 对不起, 扫地阿姨。 啊不对, 这里应该是, 对不起, 扫地小太监。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两个新学员加入了我, 楚贵人和又圆小公主。 楚贵人心软, 耐不住我软磨硬泡, 勉强答应来给我个面子。 又圆小公主是陆川童最小的妹妹, 今年刚十五岁, 今天恰巧进宫来玩, 被我捉来了。 不过我知道又圆只是性子贪玩, 对舞蹈并不热心。 倒是这位楚鱼秀, 楚贵人, 似乎是个值得一交的朴玉。 她可真漂亮, 身段优美, 匀称协调, 不太瘦也不太胖, 总之就是刚刚好。 浓密睫毛下一双凤眼, 又大又亮, 微微上挑, 一对眉毛倒是温柔地倾下一些角度。 声音柔和好听, 据说是早年间学习过唱曲儿。 我很喜欢她。 谁不喜欢美女姐姐啊? 好啊, 楚贵人, 只要我教诲你跳舞。 皇帝大概会喜欢你吧? 这原本是一句玩笑话, 没成想楚贵人当场红了脸, 惊慌失措地跪下。 灵妃娘娘, 我知道您和陛下青梅竹马, 两人年少相知, 相爱多年, 我本该知足于后宫这份安稳, 可偏偏置不住自己这颗野了的心。 请您赎罪。 我不会再见陛下, 不会成为您的威胁。 啊? 不是吧, 漂亮姐姐, 你喜欢陆川童。 请, 请您慎言。 陛下名讳怎可? 挨压啰嗦。 你是不是喜欢她? 她不答, 于是我心下明了了。 果然啊, 美女都是眼瞎的。 好好的大美女, 偏偏去喜欢男人, 和我在一起不好吗? 好好的大美女, 喜欢男人做什么, 干脆和我谈吧。 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 什么? 谈什么? 啊, 当然是谈, 新朗, 哎, 我还是说不出口, 不好强人家姐姐所难了。 她很努力, 也有音乐方面的底子, 很快学得七七八八, 可以独立跳一段了。 我真喜欢她, 所以想帮帮她的忙, 撮合一下她和心上人。 如果顺利的话, 还可以摆脱掉皇帝 对我的莫名迷恋, 一举两得。 陆川童, 今晚来我的温暖之家坐一坐吧。 我当惯了现代人, 懒得说敬语和避免名讳, 直接踢着拖鞋去了她的御书房。 她挑了挑眉, 但很快, 喜悦的猥琐表情挂在她的嘴角上。 则, 不要笑这么猥琐, 好大的胆子她瞥我一眼。 可, 我意思是请注意皇家天威。 晚间, 她一来, 我便躲了起来, 骤然大幕开, 音乐起。 处于秀踏着节奏跳起来, 看见皇帝的第一瞬间, 我看见她动作一致, 但还是听我的吩咐, 红着脸把整支舞跳完了。 怎么样, 狗黄, 啊, 不是对不起, 陛下, 这舞怎么样? 啊, 她皱皱眉, 好看吗? 嗯, 她摸摸下巴, 好好说话。 这叫什么? 拉丁。 嗯, 好奇怪的名字, 是少数民族吗? 嗯, 我说这舞是拉丁。 嗯, 哦, 这位是楚贵人, 进宫已有三载, 不是吧您, 自己宫里, 平非任不全啊。 我以为是你找来讨好镇的舞姬呢。 哈, 我看见楚于秀, 脸色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听见这一句终于是在忍受不了, 眼泪噼里啪啦砸落下来, 她向我欠欠身, 马上飞快地躲开了, 远离了我们。 我沉默了很久, 拳头握紧了又放开, 放开了又握紧。 陛下请戎饼, 爱妃请讲, 老子要揍你。 在我把狗皇帝揍了一顿之后, 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 第一, 我的名声臭了。 我成了不贤良不淑德的典范, 作为平非竟然胆敢殴打皇帝, 岂有此理。 第二, 我的拉丁客火了。 虽然作为平非我很不称职, 但作为舞蹈老师, 你绝不会白交学费。 一时间报名人数报满, 我于是很骄傲地分批次开课, 一部分一部分地包交包会。 狗皇帝在被我揍完, 一瞬间变成了狗狗眼, 可怜巴巴地抱着我的大腿, 哭了好一通, 被我和菊翠一起连哄带骗地赶走了。 那之后他已经半个月没找过我了, 究其原因应该不是因为记恨我, 而是因为那天晚上面子丢大发了, 我和菊翠一路哄, 他一路跑着哇哇哭, 沿途小宫女小侍卫全都看见了这一幕。 第二人格或许不再是秘密了, 管他的, 我自开我的舞蹈课。 这日, 我正在温暖之家的树下, 悠闲地喝着果汁看学员练舞。 灵妃娘娘, 大事不妙啊, 菊翠慌慌张张的。 怎么了? 白老将军昨日下午在西南战场, 深入敌人腹地之后, 失去联络了。 嗯, 关我什么屁事, 我只关心果汁快喝完了, 要不要再去拿一杯呢? 怎么不关您的屁事? 娘娘, 我知道您伤心, 但, 我为什么伤心? 白将军啊, 您的父亲, 镇国大将军白仙夺将军, 失踪了。 我父亲, 白仙夺, 这副身体, 不是叫麒麟麟吗? 我难不成是白老将军私生女, 否则, 我为什么姓麒? 什么? 娘娘您振作一点, 别吓我呀。 你告诉我, 我叫什么名字? 天呐, 快传太医。 娘娘精神失常了, 后来我知道了, 我, 这副身体本身, 白仙夺将军的女儿, 叫白瑶。 我, 上一个身体主人, 那位现代语文老师, 叫麒麟麟。 我, 真正的我, 一个拉丁舞老师, 叫刘希。 三个人, 三个灵魂, 接二连三地占了这副身体。 世界已经发达到这个地步了吗? 除了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还可以共享身体和人生了吗? 我彻底傻眼了。 齐麟麟, 别担心, 朕会找回你父亲的。 狗皇帝握着我的手, 把我冰冷的手放在他胸口上。 他竟然在安慰我。 你应该知道我原本该叫白咬。 我的眼泪不知为何, 控制不住的滴落。 我直直盯着他那张苍白的脸, 逼是他的答案。 但他没回答, 我咬咬牙, 接着说, 但很可惜, 我不是白咬, 我也不是齐麟麟, 我叫刘希。 实在对不起, 我不是他, 也不是他。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你到底爱谁, 还是说, 你只爱这副身体, 对于里面装的是谁, 并不在乎。 我实在有些厌烦了, 放我走吧, 让我回原来的世界。 听见我这样说, 他终于有了些回应。 不行。 哦, 原来你会说话。 不行, 朕不会让你离开。 你他妈的, 算了, 我只问你一句, 我怎么来这里的? 后来, 他当然还是一句话 不愿意回答我, 而是像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一样, 把我囚禁起来。 他每天晚上会来看看我, 松开我门上的枷锁片刻。 陆川童, 你他妈的王八蛋啊, 这是我见到他第一句话, 同时把手里的茶杯抛了过去。 嘘, 刘夕, 你再闹, 我就不来看你了, 他灵巧地闪过了。 谁要你看我? 本来以为这次可以坚持久一点, 结果现在看来, 又要换了。 他一边说, 一边轻轻拉开我的领口, 看看我的井后。 干嘛? 耍流氓啊你。 你看, 于青又开始出现了。 前前后后, 我被他囚禁在冷宫三个月。 在这期间, 我从他的直言片语里, 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有多么令人作呕。 他爱的是白咬, 和他青梅竹马的是白咬, 他一心想要的皇后是白咬。 那白咬呢? 他死了, 坠狐, 淹死的。 那之后, 他就疯了。 逼宫父皇, 流放兄长, 谋杀忠臣。 庄庄渐渐都是事实, 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悲剧。 他的二皇兄, 是个好色的混蛋, 看上了原以被许给陆川童的白咬, 在某天下午下了药, 轻薄了他。 陆川童说自己不在乎, 还是愿意娶白咬做唯一的妻子。 可闲言碎语,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非文理的女子, 尤其她是名门贵族之后, 更是被人们理直气壮地指着鼻子骂。 白咬, 性格软弱, 没有力气反抗乌言晦语的洪流, 决定跳进湖水, 以死亡洗净自己。 如果一切进行到这儿, 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 不值得一讲。 陆川童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他不知从哪里获得一种巫术, 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只是这种方法需要借助他人魂魄。 他要复活自己的爱人, 就必须除掉所有知道白咬死讯的人, 包括父皇, 二皇兄和当时几位大臣。 陆川童, 说实话, 我是你患的第几个灵魂, 就是第二个, 你知道的, 上一个叫齐灵灵。 齐灵灵它存在了多久, 刚刚好一年, 算来, 我在这副身体里也快一年了, 看来每次灵魂替换 只能持续一年了。 你很聪明, 我凝视着它, 而它认认真真的在帮我挤出橙子的果汁。 它记得我爱喝果汁, 陆川童。 嗯, 你知道我喜欢喝橙汁。 知道, 你说过。 那齐灵灵喜欢什么? 啊, 它喜欢后花园的海棠。 你撞在镇身上那天, 它应该就是在赏花吧。 那白瑶喜欢什么? 它喜欢刺绣。 它绣的荷花最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 在说起这些时, 它看起来一直很平静, 倒是我, 眼泪一直像绝地了似的流个不停。 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伤心?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 不是它爱的那个人, 为什么还要伤心? 我干嘛这么廉价? 所以, 你也不能控制下一个灵魂 来到这副身体的时间。 不能, 这是随机的。 那你怎么物色下一个倒霉的灵魂? 不用, 我只需要去找法师献祭一次, 奇迹自然会发生。 法师, 看来破局的关键在这个法师。 又过了几天, 陆川童大概是看我老实了, 放松了对我的看管, 我可以离开房间, 到院子里去了。 这还真是大意。 他不知道我不仅是个舞蹈老师, 而且还擅长化妆和伪装, 于是我开始假扮成橘翠出入冷宫。 估计就是今天了, 我将要回到现实世界, 或者干脆死掉。 今天一直胸口隐隐作痛, 大概是我的灵魂使用期快到了, 也不知道过期的灵魂的结局是什么, 是回去还是永远变成过期的灵魂。 陛下, 接下来请您宽衣。 啊? 我靠近御书房的一瞬间, 听见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 接着我穿过门缝往里望, 路川铜背上有一条疤, 我上次就发现了, 但从没想过这是献祭留下的痕迹, 所谓献祭, 按我理解简单说来, 就是以她的血换白咬的命。 而那个所谓的法师, 实际上就是在花园里, 我在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时, 跟在路川铜身边那个着装奇怪的女子。 虽然很同情你, 思念死去白月光的心情, 但我的命也是命, 不是你们可以决定的游戏。 我不知哪来的好大力气, 轻轻松松推开了门。 我一把推开那女无助, 来到路川铜身边。 她正端正地跪坐在地上的软垫里, 看见我, 她居然微笑起来, 你果然来了, 不要哭。 她这样说, 我才注意到自己脸上热热的一片, 不断被新的泪水冲刷着。 该死, 我干嘛为了这种 拿我当替身的家伙哭呢? 真丑。 烦死了, 我知道自己哭向很难看, 不用你说。 不是啦。 真丑。 我瞪大了眼睛, 狗狗眼, 丑个屁。 她笑了, 笑得好灿烂。 我带你回去。 什么? 我带你回你的世界里。 她拉着我的手跑得飞快, 很快, 我们就到了后花园里, 就是我初次来的地方。 上次我们约好在这里见面, 我就该送你走的。 可那天和你对暗号, 你没搭理我。 原来是这样? 原来奇灵灵早就发现了, 这个世界的肮脏和奥秘。 狗狗眼, 或者说陆川童的第二人格, 才是破局的关键。 那我怎么才能走? 向前跑, 别回头。 啊? 这世界原本就不存在, 所以只有你可以跑出去。 不存在? 什么意思? 这是你的梦, 你现在躺在手术室, 如果你不能逃出去, 你就下不了手术台了。 后来我知道了, 什么滑板少年一撞了我, 我就穿越。 怎么可能全是狗屁? 那实际是一场车祸。 我当时命悬一线, 路过的人们慌忙替我叫了救护车。 所以这里的一切都不是所谓的穿越, 而是一场梦魇。 往前跑, 千万别回头, 狗狗眼在我身后喊, 我照做了。 原先我从没来过这里, 但奇迹般的, 我清晰地知道花园尽头一处小门。 穿过门, 是一人高的薅草。 我不知道, 现实中的草也有这么高吗? 好奇怪, 那如果这一切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梦, 那奇玲玲呢? 她又是什么人? 她在这里难道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难道说, 她也是一个出了车祸, 进入梦魇的人?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可是没有跑出去的呀。 我不知道, 我通通不知道。 怎么故事到了结尾, 我才发现这一切仍然是迷局。 后来, 我的耳边风声一片, 画面在我眼前撕扯开一片白色, 接着我堕入黑暗。 手术很成功。 今天晚上观察观察, 没什么事的话, 明天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在黑暗的尽头, 好像有人这样说。 有事。 感谢观看